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 身体又棒 各个方面 每天我们现场都会来好几百观众 我发现今天由于你在现场 我们有的观众竟然戴了口罩了 还低头呢 就低头那就是 还是有多么不愿意看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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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台上台下都很尴尬 其实于云鹏现在很好 在这个年龄段的相声演员中 他算是比较出色的吧 于云鹏要有一半得感谢他的太太 他媳妇叫郑德勇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小月的媳妇 郑德勇 打高个儿 打背头 有领袖风采 在家里边相夫教子 是个女儿 叫月露一 特别可爱 真好 分享一下吧 就是你这个状态的人 是怎么能够顺利的恋爱 并且警方没有介入 我恋爱凭什么警方介入 首先是他追的我 这是第一 在一个 所以说 你想想我一个领袖气质 我能相中他吗 打高个儿 好 大背头 他追着你 所以警方才应该介入 因为挽救失足少女 是必须要做的 好了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主题 跟恋爱是有关系的 对 江苏卫视有一部新电视剧 叫《新恋爱时代》 关于谈恋爱 关于相亲 很多好玩的事情 今天我们剧组的主要演员 来到现场 掌声有请 欢迎各位 好 凯丽老师 凯丽老师好 欢迎各位啊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爱着我的这位是著名演员 在刘慧芳里扮演渴望 对不起 年轻没怎么看过电视啊 咱们这个戏叫什么来着 《新恋爱时代》 你看高兴都不行了都 你嫁给我吧 我能向你求婚吗 要没有戒指的话 一拉罐也行 求婚这事 一般都是男孩向女孩求婚的 你求婚 我想让你帮我找富豪 萧总 王总吗 李老板吗 我是沈化 平身飞机 私人海岛 那种要啥有啥的人 这种是我当妈的 能不能接你 你愿意娶我吗 这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让我自己最深爱的女人 向我求婚 新恋爱时代的主演员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 列位 跟观众打个招呼 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新恋爱时代的演员任仲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我是新恋爱时代的演员高露 好 高露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郑凯 好 大家好 我是曾永迪 大家好 我是王阳 起头儿的那个 大家好 我是岳云鹏 问一下凯莉老师 咱们这个戏是一个什么故事啊 新恋爱时代顾名思义 就是在新的时期的恋爱进行时 这个著名演员言简易改 几句话就给我们带到沟里去了 我们来问一下仁仲 这个戏是什么故事啊 就是新时代下的恋爱故事 太好了 你们组里还有明白人没有 那个云鹏 这是个什么故事啊 就是新时代的一个恋爱 去去去去去 我听说有个叫孟非的人 还给你们串戏了 对 没错 孟老师 演的什么呀 演的《非诚勿扰》的主持人 孟非呀 她的角色姓孟 叫孟非 就叫孟非 孟非演的孟非是吧 对对对 这不对啊 这个江苏卫视做的戏 这怎么没找我 给你们串个戏去啊 他们说您贵 你听他们的 他们还说 只要角色合适 比如说演个孟非的父亲什么 你这都是可以商量的嘛 是吧 未必是亲生的 这都无所谓 不要钱 不要钱也可以去 那分票房也可以啊 你坐着聊好不好啊 来 欢迎几位 很高兴跟整个剧组做块聊天 其实你们组里 还有一个人我很熟 这人叫姚迪 对 嗯 之前拍过一个三校才子佳人 他说来着 是吧 他没好意思来 他说他来就治你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想起来我这戏 他在这戏里演的一个什么角色 可以不用聊他 他不是很重要 我听听 我想有没有报应 姚迪在戏里演那个 戏里的女一号 她的女一号 女一号 是一段相错亲的故事 本来人家是来相亲的 嗯 然后呢被我一介绍工作的给看上了 嗯 然后呢本来是一相亲的 和一介绍工作做一块了 嗯 聊的呢看似是一个事 嗯 但是听起来又好像不太是一个事 嗯 然后是一个相错亲的故事的开始 哦 那最后和你走到一起了吗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哦 是个悲剧啊 我等会我屡屡思路啊 凯丽老师演的是什么人物啊 我就是演的姚迪的妈妈 嗯 高璐是我姐姐的孩子 您是她的姨 姨 对我是她姨 哦 她就从小在我这里长大 啊 然后审化的是我女儿的闺蜜 嗯 由于某种原因借助到我们家 一住就不走了 所以我在这个戏里是非常操心的 嗯 就是有自己的女儿 还有这个外甥女儿 外甥女儿 对 然后还有她的闺蜜 三个人把这个 撒丫头在家里面 有恋爱的事搞得这个 嗯 还得是你看老师就是不一样 嗯 几句话我就听明白了 等于她是跟着大姨妈长大的 她们几位分别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叫郑凯在剧中扮演刘旭刚 嗯 主要的任务是负责跟高露谈恋爱 负责跟高露谈恋爱 对 这是你的工作 我的任务就是 怎么样跟她谈恋爱她的好一些 怎么样把高露追到手 这是我的任务 应该是很成功的啊 很难 为什么呢 高露条件这么好 我条件比她差点 她怎么好玩你说来听听 长得漂亮 人又好 心理美嘛 对吧 你说的时候她这个表情 好像很受用的样子啊 不是 我觉得我拍这戏的主要目的是 怎么挤她 怎么踩过她 是吗 对 冤家属于 但我演的是那个郑小可 就是姚迪扮演的这个角色的表姐 嗯 演姚迪的表姐 对对对 是一个什么性格的女孩呢 比较特立独行吧 因为她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家教 然后是准备可能要再去考研的 这么一个女孩 然后也是通过《非诚勿扰》认识了她 但是就阴错阳差在台上的那个相亲的过程当中 就把她的灯给灭了 嗯 但是可是通过台下的几次比较偶遇的这种机会吧 慢慢慢慢对她 当然了可能中间也受了一些小挫折 那应该的 但是最终还是一个悲剧 啊 悲剧啊 对对对 最终还是一个悲剧 就是咱俩成了嘛 小悦 哎 听明白了吗 没有 你没听明白我怎么办 都没明白咱看戏 也着急慢慢就明白了啊 对对 大提提演的什么呀 大提提 大提提 我演的是神话 然后在戏里面跟姚迪是演闺蜜 然后是一个 是演的一个空姐 然后辞职之后就 成了空少了 没有找到空少 就是可能比较现实一点的女孩吧 然后后来又看上了郑海潮 人没看上我 看着人重了 对 她没看上我 生活里也是这样的 是啊 是反过来的 再另外一部戏 是因为喜欢人家了 西西嘛 对对 什么戏 西游记 叫北京青年 你没看吗 北京青年 你是不是老了 啊 听不见了吧 什么 在这个戏里边 她是你和姚迪中间的破坏者是吧 没错 有没有什么很恶劣的行径 说来听听 还好吧 就是 还好吗 都用了哪些手段去破坏 挺恶劣的 我就是搬到了她隔壁 然后就以各种理由 希望她去关心我 然后 设各种局 比如她跟别的男的约会 这男的明明是她设了一个局 然后呢 各种羞辱她 然后让我去解救她 然后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局 认为是她真的在生活里 受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 然后最后认为她是一个很可怜的女生 但是其实这都是她的设计 其实是很可恨的人 嗯 你演的什么呀 我戏里边演小可 就是姚迪扮演角色的前男友 既然涉及到相亲了 肯定有好多好玩的故事啊 跟我们讲一讲吧 都有什么小笑话啊 相亲的事情啊 要不咱演一个相亲的吧 哪儿就演一个 有点别的事吗你还 那好吧 待会儿 待会儿孩子啊 等不及了我 时时刻刻梦想进影视圈 我劝我她多少次 我说你不疯了吗 你说相亲二十分钟的前 盯你演一个月的戏的前 那 还远去吗 感觉不一样啊 你这玩儿她要死救不了她 嗯 说相亲都是男的对不对 再加上我那搭档跟我猪一样 我就怎么 对 演的什么戏都比那个强啊 凯丽老师看过她说相亲吗 我看她特别眼熟 你是不是真的去串影视了 我们影视太没人了 你怎么都混进来了 生活中你们几个人 还有单身的没有了 但这能说吗 太能说 我们可爱听这个了 反正我是 他是有女朋友的人啊 你是吗 你不是 是 是 是都是 对 我也是 都是 肯定 我也是 都是都是 一般这个剧组来集体 宣传节目的时候啊 在演员当中 最少会有一对到两对 是生活中也是男女朋友的 对对对 你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有吧 有吗 我觉得有 谁和谁啊 这种题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单身嘛 不是大家都 这个这个 这个可以有 不久人 对对对 实话实说 哎呀你 你不是要曝光吗 你老人 哦 那就行了 我知道了 嗯 你是什么时候和郑凯走到一起的 我又说错话了吗 说错了 他跟谁啊 人众啊 不是啊 你这个天啥的 骗了我们这么久 是真的吗 姚迪今儿没来可以说 哦 啊 对对对 是是是 是啊 是是是 生活中是啊 生活中是 才怪啊 好 你愿意跟他们演一个小片段吗 可以啊 啊 来 可以啊 你作为一个什么 比较有身份的路人甲呀 或者什么 比较有身份的 路人甲路人甲 那比较有身份的我来不了 哦 嗯 我实在是救不了你了 咱们情况就这样吧 嗯 这个女孩追这个男孩 嗯 然后呢你看你用什么技巧 能够掺和进去 行 然后你们三个人 我们记性 做节目经常有这种情况 也没有词 随便演 演到哪都对 大伙都喜欢看 任重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可以可以 我们就开始吧 好 好哦 开戏喽 省得呀 咱们几个在这尴尬 对啊 快来快来 要不你挑 这样吧 我设定一下 你们俩啊 演情侣 然后我跟她闺蜜 是什么 我看不上你 你跟她闺蜜 我破坏你们 行吗 哦 这样 你是看上她了是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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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一年说不成 这戏还真没演过 这戏还真没演过 我看上她了 这怎么演 我还要看上你了是吗 你一定要跟人说一声 你手术成功了 没有手术 来来来来 要不然人家消磨不了 老师 等会儿 你的意思是说 咱俩是闺蜜 去你的 我说了 我跟她是闺蜜 你们俩谈恋爱 我讨厌你 你跟她是蜜龟 我怎么听着那么晕呢 来吧 没事 没事 那 我们俩是好朋友 多年的好朋友 然后她 你们俩在一起好了 然后我为了破坏你们 其实我想跟她好 懂不懂 懂了 你炸弹带了吗 啊 你炸弹带了吗 不用炸弹 给你们破坏了 你看着的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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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戴 开始 开始 小提呢 还不来啊 哦 这个台上没有喊Action的哈 对不起 我们习惯喊Action 可以 可以 预备 开始 小提呢 还不来 看 那儿有粉丝团 嗨 看 那儿有郭老师的粉丝 行行行行 哎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跟她在一起 那儿有病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什么病啊 提子 哎 你先告诉我 提子 这人是谁 我俩个好朋友 都是年的好朋友了 怎么跟你在一起那么久 没听你说过呢 忽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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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 这片台了 这不是 我从视觉上看 你是个有身份证的人 当然有身份证了 行了 我跟你说了 她有病 她有脚气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小点声 小气 你都知道吗 咱俩的秘密 别跟别人说 咱俩啊 没有秘密 知道吗 我跟她是多少年的好朋友 她呀 之前有一个男朋友 后来也是因为有病 就是她 也是小气 反正就没在一起 知道吗 你这个病啊 挺不好治的 行了 走 走 不是 不是 你没搞情况 咱俩领证了啊 是 就好日子 她有 她病的比我严重 她也有病吗 小点声 小点声 她也有小气吗 不是 她跟郭老师是一个病 啊 脑残吗 我会遭天遣的啊 那个 行了 我这么跟你说啊 她甭管什么病 我都要替她治好 甭管需要花多少钱 我都替她套了 知道吗 我谢谢你 拿走吧 想好长时间了 赶紧 走 走走走走 来 郭老师 来 谢谢 谢谢 我算是明白了啊 这个戏是一个角齐灵赞助的 你们这个广告植入太明显了 对 这个太明显了 是植入的 挺难问人家他们的 在戏里边 郑凯和高露演的是一对恋人是吧 对 然后郑凯去追高露 对 高露是一个条件特别好的女孩 对 这得多的勇气去追啊 对 都用了哪些方法去追高露啊 对 好 谢谢 那么 做节目越来越简单了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还不紧张 有什么关系 都绿了就不紧张 都绿了 用了什么技巧去追这么一个女孩啊 我平均一天打六分工的一个男孩 就特别朴实 那就是喜欢他 就是真的喜欢他 就是可能是用心去追 我那句话没听明白 我平均一天打六分钟的他 六分工 对 因为穷嘛 没办法 所以说从早起来一块打工 就是临时工做俩小时 他一天打六分工啊 我还纳闷 他刚明白吧 打六分钟 我以为六分钟 你打一天打的六分钟是吧 你打一天打的六分钟 这得恨的什么程度啊 还看着表打他 打六分工 六分工 还是打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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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就明白了 明白 就完了之后 反正我觉得就是 哎 讲哪了刚才 打六分钟 就是每天打六分钟 对啊 就打六分钟电话 就是反正各种方法 各种方式把它 反正我觉得就是追他 就是用心去追就对了 嗯 约翁鹏 你愿意再次扮演一个路人甲吗 二位 闲着也闲着 演一个吧 好吧 就打六分钟吧 来 打六分钟 来 打六分钟 我演他老板吗 要不 演老板 嗯 好吗 不行啊 你不是在我这儿打工吗 把他带到我公司来了 然后我相中他了 行吗 最后他跟我了 啊 我跟你了啊 他怎么能跟你呢 哎呀 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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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郑 小郑 哎 哎 来来来来 刚打完六分钟 我的鞋呢 你的鞋 我的裤子呢 你的裤子 你的鞋不是在你脚上 我昨天晚上脱那个 不是那个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不是睡办公室了吗 我不是早上让你把我鞋 我不是有小气吗 我知道 还接着上一集呢 没 没治好 行了 行了 这是谁啊 这是我女朋友 你都是女朋友了 对 每天打六分钟 叫高露 打几分工 打 每天打他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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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分了 我没有 人家是个女同志 你打人六分钟 你还愿意跟他呀 因为他每天打我六十分钟 哦 那就难怪了 嗯 祝你们幸福吧 哎 行 祝你们幸福 什么 那个你在哪工作呀 我啊 我在郭德秀 哎 郭德秀 对 你是不是傻呀 你上那工作去 对啊 因为 被打傻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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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郭老师脑残好了吗 啊 那个郭老师脑残好了吗 那个我听说他那有助理主持挺帅的 就跟他 有吗 那个已经不在了 哦 不在了是吧 那现在那个还行吗 现在是我呀 哦 对 哇塞 你们太狠了 那个这样吧 祝你们幸福啊 那我那个工资什么时候给我结啊 叫什么工资 叫什么工资 你不是老板吗 别让我听说再打他六分钟了啊 哎 你这么好呢 哎 我觉得我找到知音了 是吗 这打十六分钟啊 过来过来 过来 怎么了 他相中我了可能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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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眼神见我刚才 没有 没有 我都不演了 相亲这个话题啊 是有一个人特别有发言权 因为不管怎么讲 咱们只是演戏 有一个人是专门研究这个 相亲的这个专业的啊 今天也来到现场了 我们有请 来自百合网的CEO沐妍 好久不见啊 今天现场啊 来了更多的演员 就拍了一个相亲的电视剧 还来了一个相亲方面的专家 这场会很热闹 我们有几道测试题 大伙一块来玩一下好吗 我们台上几位年轻演员 手里都有了一个提卡 有了一杆笔 凯莉老师 让他们来吧 多尴尬 你看 他们都有 我没有 不尴尬 不尴尬 哎 老师跟我一块来点名吧 哎 老师跟我一块来点名吧 哎 啥事 就说我岁是大呗 我走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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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尴尬了 我跟您站一块吧 咱俩吧 我太尴尬了 别着急 尴尬的事 在后头呢 我们这个请沐妍雄 他们现在手里都拿着 那个卡片拿着笔呢 他们填完之后 了解他们的类型 你要为他们几个人 来成双配对 这几位您都看完 心里都有数 你给我们讲一讲吧 怎么个测试 就让人觉得很有兴趣 是这样的 就这个测试呢 其实是来源于 实际上最流行的一个测试 叫mbti 这个测试呢 是应该有商议人都做过 他原来呢是找工作 招聘 包括就是招聘完之后呢 这个人 谁跟谁编到一个部门 一个小组 是这个用法 那么我们把它用在婚恋的 因为夫妻它也是 是吧 组成一个团队嘛 对 一块奔着一个幸福的目标嘛 它一共有16种类型 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呢 咱们这个演员啊 作家型特别多 作家型 对 作家型的举下手 哎呦我的天 来这么些作家 对 唯一不是的这个 就是这帅哥 他是教师型 作家型呢 他比较矫情 他就是这个 特别崇尚心灵 然后这个精神伴侣 然后对爱情特别完美 要求特别完美 然后相对比较内向 教师型呢 是比较温和 然后呢 对他的伴侣呢 比较寻寻善诱 就像老师一样 但另外他也好为人师 如果他这个老婆啊就是 做哪儿不对啊 他就 大嘴巴抽了 他就善意地指出嘛 希望他赶上 对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好处就是说 其实呢在 他们都是意义追求者 所以呢 他们这五个人 谁跟神结婚都会很幸福 是吗 好 你看岳云鹏算是哪一类的 岳云鹏 我觉得公务员型嘛 公务员型属于安全追求 我觉得岳云鹏 挺追求那种安全啊 是吧 当然他一直上这节目 在您的这个调调回家 是因为我长得太安全了吗 哎呦这是一个 多么无聊的测验啊 我们五个住一块 离婚率比较高 是那意思吧 也高不了 无非是今儿你跟他离了 跟他姐转过天再混 对 看你们来个刀等呗是吧 对 这个团队比较混乱 好吧 这个您说这准不准啊 很准啊 真的啊 不信他们可以试试吧 你以前做这个测验 挨过打吗 好吧 我们希望这百合网越来越好 谢谢沐颜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相亲的时候 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对 有人说相亲是什么学问 还有专家愿意研究这个 我们今天请了一位 国学的专家 赵家路老师 我们来聊聊 聊聊相亲的事 来 好 欢迎赵老师 好 欢迎 您对相亲很有研究 有没有资料记载 咱们最早什么时候有相亲呢 最早的相亲仪式大概从周朝的时候 有诗经的时候 哦哦哦哦 好淑女 嗯 君子好求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 根据历史不同的时代的变迁 以及文化背景 所以呢 相亲也出现了很多种形式 哦 比如说诗歌相亲 因为形式 因为形式有它历史背景 以及它文化背景 嗯 其实相亲关键在哪儿啊 嗯 关键在相字上 哦 相谁呢 对呀 彼此互相 相什么呢 嗯 相什么呢 大家要相亲的话 那比如说从我们这部剧里边 嗯 我不知道和几位演员老师来探讨一下 我请过两位来跟你说说 好 谢谢 打提提 来 哎 那假如说你俩相亲 经熟人介绍在一个咖啡厅里 两个人一见面 第一眼看什么呢 我说 眼睛 眼睛 大还是小 哦 大还是小 大好还是小好 大 错了 大眼睛你想什么人家都知道 哦 不一定不一定 哎 好了 当然小眼睛你想什么人家可能不知道 好 玩笑 也不一定 好 玩笑 您回头看看那个眼睛 你看那个眼睛 哎 我在想什么你知道吗 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 我来问老师你在想什么 好 来 来 还是猜对了 还是猜对了吧 哎 好了 太神奇了 所以对猜对 为什么猜对那么 因为像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 像什么呢 大家年轻人看长得如何 对不对 比如说站大家一看奏用题 哇往那一站 身材那么好长得那么美 美 对不对 所以大家男生很容易喜欢 但是我们过来人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不仅看漂亮 我们看他只要看到奏用题 就看他脸上有什么 有笑容 来 这份笑容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一种处事态度 哎 我还看出来了 我觉得人种骨子里边有中国文化的情谊 这一眼看出来了 哎 好了 所以像什么呢 所以不仅要像表面上的外在 更多的 尤其是过来人 是像你透过你的帽的背后 能够透出你内心的一种品质 给他们讲一讲相亲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节 方方面面的 大家就设想一个环节就好 假设两个人在坐着在咖啡厅里 好 然后呢人就往那儿一坐 然后手里边呢 就不停地来搅拌这个咖啡棒 不停地哦 不是偶尔 是不停地 咖啡棒 咖啡棒 哎 里面暴露的 哎 上边不停地搅拌咖啡棒 然后下边在干嘛呢 他的下面代表怎样 脚 哎 这脚 我还以为你说磕膝盖呢 所有人的语言能力 他有讲气 好 好 来 脚怎么样 下边的脚干嘛呢 不停地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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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他能搓着呢可能 然后还不停地东张西望啊 左骨右 怕哪里抖 我来演吧 哎 好 就这种吗 哎 抖抖 对 好嘞 即使不加这个的话 就这儿的话 就脚就是这样的话 哎 好 谢谢云鹏 哎 前边抖后边抖 就这个动作的话 来 各位如果假设说今后你碰到这样的男生 从潜力骨的角度上 您快点我让钻 行还是不行 好 OK 不要再抖了 好谢谢 来 就这一个动作我告诉各位 假设说将来你想找一潜力骨 这一动作 这一动作就能显示出什么 这一动作我建议您甚至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外在不停动的人 他有踏金森 因为他内在不安静 内在意不安静 他不能生出什么呢 他不能生出智慧 人没有智慧将来怎么创业呀 创业过程中怎么能创成业 您说得太好了 我都没听够 希望您有机会尝到我们节目来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你们两位需要回去休息一下 来 我们请凯丽老师到前面来 我冒昧地问一下 您曾经相过亲吗 哎呀呀 别开心了 说到根儿上了 说到心缝里边了 太开心了 我没有相过亲 我一见钟情 是啊 那可不容易 吓得了 因为这个词 我们只是在小说里看到过 说生活中说一见钟情的这个 真不多见 约翁 哎 你的朋友啊 有没有一见钟情的 没有 没有朋友 那你咋混的呀 但是她说谎 其实她的太太看着她 就是一见钟情 看到一个很贱的人啊 就认准跟她了 不不不 挺憨厚的 挺好的 您刚才可不是这么夸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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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看越好 属于那种 在剧中扮演姚迪的母亲 这么好的闺女嫁不出去着急啊 她不是嫁不出去 她是有一个男朋友就是 前男友 对对对 前男友 对 在美国 然后呢她几年都不回来 然后一直就是非常不明确 也不说是好是不好 你要好你就回来 所以我这个母亲是非常讲道理的 一个女孩子大了的话就很难办了 就成圣女了 所以这母亲就非常着急 就想让她黄了 把她脚黄 这个时候仁仲就乘虚而入 我觉得在戏里下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我跟仁仲的戏 我觉得是我演戏以来最过瘾的几段 对 而我两个属于棋风对手吧 因为她也是那种能瞎边烂造的 我也是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脱本 就是完全是 有创造力的演员 没错 创作型 都能接得上 非常过瘾 那太好了 之前我们竟看凯莉老师演儿媳妇了 现在也演妈了 我们现场这样吧 我们请大提提过来 来 好比现在你就是凯莉老师的女儿 我们请凯莉老师现场 劝劝您这闺女 赶紧找我主 嫁了就得了 找到什么样的人 您随便 我才能劝她呢 我这样的 对 不 你这样没什么需要 我觉得还合适 就郭老师这样的吧 行 行 好 就劝劝她 我们大伙看看这 做妈的怎么不容易 来 不行 听说脑残 这都谁说的 还有狡气 不要把照片给陌生人 不安全 对 不安全 都要过来 不安全 不安全 我们大伙看看这 做妈的怎么不容易 来 宝贝啊 妈 你说你脑子进水了 我就喜欢长得老的 怎么我还吃亏呢我跟你说 她 她个儿 个儿高 你跟你妈说个儿低没事 第一 永远不会低头 第二 底盘轻啊 跑起来快 稳定 不 真的 大了多少 我听听 反正目测也有小30岁吧 不 那我得叫哥 这 这妈个20多岁 宝贝 你让你妈怎么跟她做一块 你就为我想想 你也不能 何况吧 不行 听说脑残 这都谁说的 还有狡气 除了这个台上演的戏 全是能练着的 是吧 我跟你讲 宝贝 就建议你上《非生勿扰》 好不好 妈给你好好餐吧 咱找一个好的 起码也得这样 忍重 快来 有个事儿需要你帮忙 我就知道到我了 需要你帮忙了 这个 你认识他们家是吧 认识 你现在给我帮忙 说两句好话 快点 快快快 哎呀 这个行 这是我们送来的样品 他也有狡气 刚出场不久 不不 这 这行 这个看着就 9999 看着这个事 这才是脑残的 你啥啥 你啥啥职业呀 我职业 就是在咖啡馆里抖着脚的 没有正经工作 看完凯莉老师这说话 我特别感慨 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爹妈的 没有说愿意孩子不好的 我们今天现场 也来了几位爸妈团 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来 有请 欢迎各位 我们台上正在聊相亲的事情啊 各位想必对相亲都很熟悉 来分别讲一讲吧 这个孩子都怎么样了 现在相亲这事啊 我先说 您说 气坏了这就啊 我先说 这是个原告 你说真说对了 就我们那孩子啊 26岁 快27岁了 这个找对象的事 他也不着急 遗憾 这不我着急 这一晃就30了 人大龄了更不好找了 这女孩子不像男孩子 是个闺女哈 对啊 你说你再大了 男孩子可以往下找 这女孩子你怎么找 他不着急 我着急 介绍 经常给他介绍 哪都不行 就不听话 不听 完了那个不行 我哪那么多人给他介绍 我就上公园有时候去那个 给他找去 找了六个陈恋子 就是公园有那举行那相亲大会那种 完了之后 你手里拿这照片是规律的吗 这人家规律是不是挺漂亮的 我瞧瞧 哎呦 还挺好的 气质也挺好的 来看一下啊 他就不好好找 有合适的愿意聊聊 跟这一块儿谈的 您也聊聊吧 您拿那些照片 这是我儿子 哎呦 我看看 这两张搁一块儿我看看 来 您说说吧 我儿子呀也是 我去公园给他去找个像 哪个公园您说 我来一趟吧 我去天坛公园 我去天坛公园 可以找着 到那儿呢也是 我看上一个就是说女孩吧 就是也是他的父母 那个母亲在那儿 我说这女孩挺好的 我说他干脆跟我儿子谈谈吧 他说你儿子 我们俩就互相介绍一下 自己的孩子情况 说可以 我们俩聊得还挺好的 我们俩说定了又来了一个 我说他儿子帅吧这个 那个我们俩吵起来了 我说那不行 我说那不行 我说怎么也有先来后到啊 我说 后来我们俩吵半天 最后也没那什么 耽误了 耽误了 所以我说那个 在这儿来呢 看看有合适的 您这儿子今天多的岁数了 我儿子31了 这穿着羽衣呢 这您看看啊 这是做什么工作啊 我儿子也是在一个外企工作 也在外企 您那规律也是外企啊 真好 这劝劝他们俩人吧 真好 挺合适的我去 这还真的 来 我们问问这位阿姨 我呀 我都没去公务园 哦 不是公务园 不去公务园 没去公务园 我就是经一个大姐妹介绍的 我说不要告诉我儿子 我先去看看 哎 没说几句话 他就问我 阿姨 你家有房子吗 我说 姑娘 我家有房子 他说 你在几环有房子 我说 得北五环 他说 阿姨 得北京的房子 北五环 哎呦 三环一里的房子 这是北京的房子 五环以外的 就好像是奴隶那样的 又觉得思想好像那样的 我也没支撑当时 这姑娘没见过别墅 我那个脸色 就又变了 啥子 哎 今天我看这么多美女 我一定能领回家去 一个 我是女儿 这个相亲吧 什么动物园 公园 我都去过 里头去过 动物园 动物园都去了 去动物园 你们别笑 别笑 只要有相亲大会的 我都劝她去 我这女儿去之前嘛 这不我 本身我自己我就特别爱美 我劝她 我说去之前 打扮打扮 漂亮点 这样的机会会多嘛 本身我女儿长得特别漂亮 也不打扮 到那去了以后 满脸阶级都扔 人家跟她打招呼吧 跟她打招呼 就也不高兴 一点都不热情 还得谁来过来 男孩家长 或男孩过来 还得我接待 就好像是我相亲的式感觉 不要把照片给陌生人 不安全 对 不安全 对 不安全 不安全 我知道你 你是以婚姓的 你婚姓的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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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 我拿着 我拿着她 你放心 急了给我急 我们不找二婚 这是原则问题啊 这是原则问题 对对对对 姑娘也挺可爱 也挺漂亮啊 我女儿挺漂亮的 一定会找着合适的 会找着合适的 来 您收好 一定不要给陌生人看啊 对 我们看了看照片 几个小伙子都很帅 姑娘也都很漂亮 老年间说 人与人之间是个缘分问题 不着急 也许明天回去就都合适了啊 得嘞 把心放宽一点 孩子们说他们 会处理得非常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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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父母的不容易 为儿女操心啊 相亲这事儿 大伙真是 从心里望外这么着急 从小到大 我父亲都为我担心 因为实话是说 我长的模样并不多见 我父亲他也着急 从我16岁他开始着急 就怕我娶不上媳妇 一直到我娶媳妇那天 他才把这个心放下 他一直怕我这个女的 就不愿意跟我 其实你可以 你这款适合收藏啊 镇宅辟邪都可以的 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的 谁问你呢 担心了好多年 我能理解这些父母的心 你爸给你安排过相亲吗 安排过呀 是吗 我相过心 对对对 我听到原来小时候提过 成功了吗 成功了 特别可乐 我呀那当时是骑 骑个自行车 女方也是骑个自行车 就假装不认识 你知道吗 她从那边过来 我从这边过去 哎呀就看一眼 就这么一眼 然后套200块钱订了 你知道吗 人家说这个 这一二马一错凳是吧 二马一错凳 人家说你一错过去 这女孩就吐了跟着 不是 她要相忠我就行 我相忠她也行 我给她200块钱 这200块钱她要不退 这门亲就成了 嗯 你知道吗 这200块钱要是退了 就没成 这是当地的风俗 对 风俗习惯 这女孩结果前来 四肆也扔她脸上了 你们猜成功了吗 没成功 那就别猜了啊 这个很多人都相过亲 但是相亲之后啊 效果并不是很好啊 今天我们请了一位专家 我们来自德语女学馆的 邵童女士 来 有请 邵女士是这方面的专家 今天现场 我们来了几位著名演员 她们在戏里面 也演了不同的 相亲恋爱的情节 今天就是您在 给她们重新安排一下 看看她们的相亲 能否成功 你看看我皮肤挺好的 老板娘皮肤也不过 其实你早说呀 以后 那个刚才有人找我 你看见了吗 哪儿买冰棍的 刚才是不是你喊得买冰棍 我看见了 今天就是您在 给她们重新安排一下 看看她们的相亲 能否成功 我们有请忍住 孙永平 咱们在一个茶社里吧 这茶社里 茶社里也可以 哪儿都有这个 您给说说吧 在茶社 在茶社呢 你们两个人表演的这个 是你追她是吗 您设定 我都随意 那我是这么想 如果在茶社里的话 可以是 比如说这个女孩子 是高级白领 然后你追她的同时呢 她可能比较骄傲 咱们演这种 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想看一下 你们会演成什么样 可以 茶社啊 来 冰棍 冰棍是茶社的老板娘 好吗 服务员吧 来来来啊 服务员吧 二位 茶 您的茶 您的菜 茶 就必须得喝这个是吧 您的茶 这老板娘怎么见起浪大了 老板娘回来 来 回来 怎么着 换一杯 破脸上了 烫烟 姑娘 你在找一个人罢了 这俩人快结婚了 看出来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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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情景里来 我那个工资还行 我每个 这上来就交代了 必须得深说 我生物生物 得说个姓什么叫什么呀 对 一个月四千五 父母双全 骑马来 不 那个什么 开车来的 一辆那个 骑马 开车来的 一辆奥拓 嗯 嗯 嗯 那个 谢谢 可以了 我喜欢皮肤好一点的男生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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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有一个条件 再问别的 对啊 对啊 你这车能不能换好点的呀 哦 车可以换好一点的 没事 给我换好点的 我不是说你给自己的 我把我老头给你 我骑自行车 你有房吗 我有 瓦片房 是四合院吗 不是 我那帐篷搭的 那个别费着劲了 你看看我皮肤挺好的 老板娘皮肤也不错 但是现在呢 大家都不直接问 你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了 现在都会问什么 你是开车来的吗 一会儿能不能收我回家呀 今天我的车限号 女孩子呢 一是要注意给男人面子 就是有些话虽然说含蓄地说 但是起码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呢 了解到这个男人的 基本的一个信息 然后是不是再适合 下次再见面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给男人三次机会 好 看一下到底是否适合 但是如果说像你们二位 这么聊的话 可能就是只是喝一顿茶了 哦 跟我小孩是一样的 茶还是一样的 我需要想的 那就恭喜两位了 非常成功的失败了 祝贺你们还有机会呢 好 谢谢 谢谢 来 正开高路 这两对是在电视剧里边呢 是以在《非诚勿扰》的现场开始的 结果遭到拒绝了 我们今天在现场这样 邵宝儿在这儿了啊 再给你个机会 看看比如说啊 你去约她吃个饭 能不能成功地把这事做到 好吗 我是老板娘 哎呀 吃点什么 我是老板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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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道菜 没有 那你看你想吃点什么吗 吃点什么 你说 这老板是个流氓 这是西餐厅 要什么面条啊 意大利面 西餐厅怎么没面啊 有有有 意大利面 肉椒面 正中面 肉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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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面 啊 行我走 你大利面热浆面 行吧 先走啊 我都可以 行 点完餐以后呢 有事吗 有事啊 有什么事啊 约下一顿饭 俩吃货 你每天跟来跟去的 你烦不烦呢 没有 其实真的 我挺喜欢你的 你喜欢我喜欢你吗 没有 你赶紧回家吧 你还太年轻 我 我哪儿年轻了 你都可以做我弟弟了 其实你早说呀 来来来 不打搅 面面面面 不打搅 没事 你还没接仗呢 我先别过去 太年轻了 不是 年轻怎么了 你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这踏实吗 特别踏实 那你的标准就是这样的是吗 对啊 那我真的没办法了 把腿打 我心意就放弃了 那你把面前截着再走 哪位没带 小绿 小绿 谁还没结婚得这么一好外号 小绿没带钱 日子肯定过得去 没带钱 没带钱可以在我这儿打工 打工我不会 我继续当你的老板 行了 行了 回去了 先搅和了 来来来 邵老师 我们说一下啊 像这种情况的女孩子 最好不要点面条 因为面条吃相呢 很不好看 好看 有时候可能吃的 比如说溅到身上 而且呢这个男人呢 一般来讲啊 就是如果他追你的话 你有比他条件好 有的女孩呢就会说 我结账 你不用再烦我了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你跟他演的 你男人就太容易放弃了 不是 他要郭老师这样的类型 那真的就放弃了 不管他 他已经有标准了 那我没办法 很大气 不管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如果你喜欢他 你就要争取 因为我想女孩子 还是要的是坚持 对对对 如果你坚持的话 也许你真的 能得领他回家 两个人相亲不是很成功 这毛病就出在小绿身上了 对对 往这一站上 大伙瞧着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你们有一个 特别安全的人叫王阳 坐在那儿 一直冷冷地看着你们啊 高楼 你介意和他在相似亲吗 特别不介意 闲着也闲着是吧 对的 好极了 来 欢迎 谢谢 一个是成功男士 一个是想跟成功男士 好的女孩是吗 对啊 好 我是他干爹 我送他来的 双方准备好 预备 来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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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你的简历 我觉得特别好 你看的是我哪一年的简历 就这一两三年吧 这一两三年之前 我还有很多简历 我获过很多奖 真的啊 对 那你是多才多艺型啊 可以这么说 那你看了我的吗 冰棍 冰棍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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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过我的吗 有看 大致满意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像面试啊 不像相亲啊 因为我是一个 很有工作效率的工作狂 我把我的时间 把我的经理 把我的语速 全部分析得清清楚楚 你特别理智我觉得 我觉得时候是的 那你就直接问他 你喜欢什么样的 他竟然是这样的嘛 是吧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孝顺 真诚 这些我都具备 你说 这些我都具备 我说 冰棍 冰棍 那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想问一下 你的优点是什么 哎 你看见个卖冰棍的 过去了吗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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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会儿好啊 你现在说死我 我想问你相过亲吧 我 我没有 嗯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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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谈过男朋友 没有 男朋友是什么 冰棍 冰棍 以后 那个刚才有人找我 你看见了吗 哪儿卖冰棍的 以后再见面 不要找卖冰棍多的地方 真的很闹 哦 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的 好 我觉得第一次相见很开心 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不要再卖冰棍了 我们这边在说话 这是一个 刚才是不是你喊他卖冰棍 哦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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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你们俩人怎么结束啊 我相信 俩人买冰棍去呗 要不然你给我买个冰棍吃吧 可以 没问题 哥们儿 来 冰棍 现在需要你了 好好好 正好冰棍还卖完了 哈根达斯有吗 哈根达斯 这太高级没调 因为还这么没有 好 那您走吧 以后别再卖冰棍了 想不定行吗 这不要的 配不上我身边的女士 好好好 邵老师接着他们两位怎么样 郭德秀 精彩稍后继续 郭德秀 精彩回来 邵老师接着他们两位怎么样 像这种男人 他比较 一个是工作狂 他比较挑剔 但是这样的女孩呢 不要表现得自己好像 就已经全都依附于他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喜欢的 马上就失去自我那种 照样你该怎么做 还是怎么做 而且像这种情况 他穿的已经是很得体了 有些女孩呢 就穿的过于性感 就想吸引这种成功男士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当然如果遇到像这种 像神你一样 什么事情都 你都觉得说不出话这种 你就干脆直接问他说 你看我这样的 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如果合适 直接一点 对我们就继续交往 如果您觉得不合适 早说 我也不是没人追的 对 是吧 咱显出咱自己的风度了 对 另外这个相亲现场 碰到卖冰棍了怎么办 这个如果碰到卖冰棍了呢 就主动买一个冰棍 好吧 好 谢谢少老师 谢谢 今天说了好多 有关相亲的小故事 也介绍了很多相亲的技巧 希望更多的圣男圣女 我们能够帮助你 节目最后呢 我们今天这个 新恋爱时代剧组的成员 每位用一句话 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新戏 来 6月10号 江苏卫视新恋爱时代 不见不散 好 沉重 新恋爱时代 好看 文学性真强 高路 新恋爱时代 教你怎么谈恋爱 盛开 一部让你不会觉得浪费时间的好戏 大提提 新恋爱时代 值得期待 王阳 新恋爱时代 让你找到新的爱的感觉 刘云鹏 新恋爱时代 让你找到真爱 我们希望这部新剧 在江苏卫视收视长虹 我们节目最后 据说今天 人仲要给大家唱一个歌是吧 对 什么歌啊 新恋爱时代的片尾曲 好 叫《时间的漩涡》 来 我们掌声鼓励 好 越挣扎就越无法解脱 强大的漩涡 在世界里面慢慢的下落 你要让我怎么做 越执着就越没有结果 说不出是谁的错 怪自己还是怪一句承诺 不准我 在世界里面潇流 梧书我 复飞我 不准我 一 scroll 你的面 prospective 好